从这一课室开始呢 我们开始新的一章 那么这一章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实现从2.5D到3D球体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一章呢 也是我们整个这个课程里面 最为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章 但实际上这一章的工作量 或者代码量并不大 原因是我们之前已经做了这个很多工作 前面我们这个第一季有107节课 这一节呢 这一季有40多节 接近50节课 那么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一节做铺垫 那有了前面的铺垫 我们这一章节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但实际上是因为有前面的这个铺垫 所以感觉它很容易 实际上它在实现起来难度还是极大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参数 做一些调整 也就是说修改我们之前框架的内容 来适配球体 那我们第一个内容是改造投影接口 从二维坐标 我们要转换成三维的 第二个改造 改造我们的这个四叉数对象 从输入的是大地坐标 转换成精维度坐标 那为什么要转换成精维度坐标呢 原始我们我们看下代码 结合代码来说 原来我们的输入是有范围的 有最小值有最大值 但是在球体上 在球体坐标上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计算最大值跟最小值的 没有个范围 因为它是圆 有可能低点起点比中点大 也有可能起点比中点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改变坐标系的输入 我们要支持这个精维度的输入 所以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应该从原来的世界坐标输入 改成我们的精维度坐标输入 然后呢 这个是球体坐标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啊 没有太大的作用 你只需要知道有这个公式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编码 实现件事啊 第一我们看 如果我们这里面输入的是精维度坐标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这里面来的之前作用是把它当成了大地坐标或者叫世界坐标 那这里这个计算就要变了 对不对 首先我们应该什么呢 将大地坐标转换成精维度坐标 对不对 我们这做的 那么现在就应该反向的把精维度坐标 转换成大地坐标 这里面就这样写啊 这个呢 我们就要加个LL LL呢 就是精度跟纬度的缩写 手这么大写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 star 这个呢 就是end 当然当下我们还是用的二位坐标 那么我们先改接口 然后呢 再改三位坐标 那么有了这个处理之后 我们看这 这个get center还有没有用了 这个get center是得到的 首先我们得到大地坐标 再转换成精维度坐标 对不对 那实际上这里呢 我们需要增加接口了 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有了 对不对 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个值 V 那这个center等于谁呢 精维度的catch坐标 加上精维度的结束坐标 乘以 然后我们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造的 那我们看代码往下看 那用到这个vstar跟vend的是不是都得改 这个vstar跟vend是纯的精维度 现在不是大地坐标了 那么下面这块就要改造了 是不是 这里啊 这里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大地坐标或者叫世界坐标 所以这我们要改了 对不对 比较一下 我们第一输入改了 第二我们计算顶点的时候也应该用 精维度坐标去计算 不应该用大地坐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球是圆的 你只给个范围 你怎么去计算它每一点呢 是不是没有办法呀 所以这个接口也要改 好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接口啊 首先上面的输入 我们改掉了 那么第二个改掉的就是这儿 这个顶点 这里面我们用的不能够用世界坐标 或者叫大地坐标 那我们后面统一叫世界坐标 这里应该用精维度坐标了 那么用精维度坐标 对于我们的这个点来讲 它就不应该是什么呢 是精维度 它应该是世界坐标 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给定的精维度坐标 计算世界坐标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投影 对不对 投影的目的就是 坐标转换嘛 那啥这个没有高亮啊 我们应该加哪一个呢 应该加这个类是不是 然后在这个类里面我们要引用这个接口 用这个接口的目的是干啥呢 就是根据给定的精维度坐标 来计算我们的世界坐标 这叫什么呢 我没考虑为啥的不亮啊 他没有语法高亮 我们应该把精维度转实际 这个输入呢 是这一个参数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参数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精维度转成世界坐标 让我们顶点要用的刚好就是我们的世界坐标 好 下面 这边有改造 好 这个改造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 这里就改造完了 回来再看我们的这里面啊 这里面我们看之前呢 我们用的00到size 用什么偏移 那么现在呢 就不能这样用了 这个就废掉了啊 这个传的就用0了 因为这里我们用的精维度 精维度必须用 这个准确的精维度啊 这个叫vstart vend 然后参数里面要增加一个投影 根据给定的投影 再计算出它的实际数标 这一块呢 我们就算计算完了 这代码已经是不是没有用了 这几句代码都没有用了 因为这个代码其实也没有用了 但是呢 我们留在这里啊 后续是有用的 之所以我们代码呢 做一点改一点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软件工程的一个思维 就是什么呢 叫迭代任务过程 叫smart原则啊 那我们需求是慢慢理解 慢慢的领悟的 慢慢的一点点解析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并没有一步到位的去给大家讲 那如果一步到位的去讲 那直接上代码 大家会晕掉的啊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好了 那么这个过程做完之后 我们再看 调用这个函数的地方 还有哪个地方啊 好 这里也用到了是不是 这里用到是不是这个也 用不上了 这个呢 也用不上了 这个也用不上了 这里就是 港费start 港费end 看还有哪个地方 还有这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码片在裂分的时候用到的 这还应该有参数港 搜一下 他没有语法高亮了 我也记不到这个 这里还没有 好 然后基本上我们看看这个代码就 改完了 改完之后呢我们 这个 就是内部的算法改发完了 还有输入还要改 对不对 我们就创建这个数字要改 原来我们 这个 是不是这里要改啊 这里是不是就把这个去掉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就是经纬度输入了 接下来 这个是 编译家 这应该是用这个了啊 这样我把这个vs关一下 重启一下 感觉他这个语法没有高亮 有可能是vs出了问题了 嗯 这样高亮了啊 便宜一下 这应该是2啊 这个还是有问题啊 现在一样 现在一样 确实还是没有高亮 我们录完这课我重启一下电脑 好 好 那个这个地方改完之后 我们还有哪里呢 还有在这个里面 update 这里面是不是也要改 这里面分裂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给经纬度 对不对 那我们为了方便啊 我们看他用到的这个变量 叫center跟size 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叫w center w size 这样的话 我们来区分他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增加两个方法 增加两个变量 那么注意 这个呢 拿到的是经纬度的中心 size呢 也是经纬度的size 那我们需要增加两个函数 然后呢 因为我们需要增加两个方法 以来 我们需要增加两个方法 所以我们需要增加两个方法 所以我们需要增加两个方法 and 欣赏0.5 还要一个大小的一半 那我们就给个大小吧 long light range 减去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大小 ok 那有了这两个函数以后 我们在这 center 就是我们的经纬度的 center size 我们之前是不是用half size 对不对 这里就应该是 long light range 欣赏 应该 好 那这里面我们出来的值 是real 2 对 我这里面 togel 了 我这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下面的代码是不是都可以不改了 对不对 这里面center也是中一点 size呢也是我们的 精锐度范围的大小 我们这拿到range就是它的范围 范围乘以0.5 0.5 就是一半 对吧 OK 编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就统一把我们的输入 全部使用精锐度代替了 那么我们再运行原来的改造过的代码 如果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是不是OK了 好 一看糟糕了 不对了 我们看看是哪里错了 跟踪一下 进来 这个精锐度 这个呢得到的就是世界坐标 这个值是不是错的呀 这个叫什么掉错了啊 应该掉什么呢 叫这个啊 刚刚刚我们是不是掉反了 哎这个就很对了 是不是 再走 好 这就对了 运营起来 嗯 还是有哪里不对 是不是 我们看 你再看update 嗯 再出问题就有可能是这个update里面我们给的不对啊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啊这里 这里错了是不是 这里这个注标面错了啊 那就是这我们给错了这啊 这应该是给 经纬度这个啊 ok 这个呢之前我问的方便就复用它了 结果呢其实不能复用它 这里面我们存的是经纬度 看一看 这个是对的了 这个对的了 这也对了 看下结果 结果是不是对的呀 看一下数据啊 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特别 ok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把 世界坐标的输入改成用 精级度坐标 那么适配完了 那么 下节课呢我们将 再次对我们的接口进行改造 我们原来的接口里面是二维的 是二D的 那后续我们应该是什么三维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到这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是三维的 你可以来看中的 是什么